哈哈哈哈 OK 我们是那个大增工杂志 那个我们 在三月初发现一篇报道 就是 网络上流传了一篇报道 就是说 就是 核电厂的工作人员 把他们爆料 就是 废料的减诊 是找一些外面的流浪汉 来做整理的 我们就觉得这个题目很有吸引力 我们就希望说 我们可以去 从这个故事的组组去想说 我们去真的去找 核电厂的工作人员 然后请他们 描述一下 他们所看到的就是 核电厂工作的 运作的情形 那因为我们会觉得说 核电厂管理 其实对于核电的安全 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 一个 应该由正当管道 找正常管道去送入人力 然后甚至做员工训练 然后给他们做健康电厂 这样子的能力 或者是做法都不愿意去做 而只是找一个 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人 我只是进去理一个 一千块两千块 然后就做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 这样子的一个管理模式 就是可能会对核电厂的营运跟安全 有产生非常大的疑惑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 理清楚 所以我们切入的角度 就是由核电厂的工作人员 来描述 就是这个核电厂管理的问题 这样子都讲到了 这个人去哪里找啊 这个人去哪里找 你说 你干脆要找到核电厂工程人员 核电厂工程人员 一定要赶他走 再来 再来 再下一次 你就直接接上去 好 再来 我要讲的事情 是因为我们组员太优秀了 所以我们那个时间不够 还没办法得到结论 我们有经过投票一轮了 但才需要投票第二轮 那投票第一轮 因为现在是各格两票 所以一个是 一个是 一个是 现在还是冒黑烟 你怎么看一下 一个是这个 跟他很类似 就是找一个核电员工的 告白之类的爆料性 然后第二个是 土地迁移 就是说 对不起 人的迁移 就是当 就是讲他的 呃 当如果发生核灾的话 那人的迁移 该该往哪里迁 就是 台湾人竟没有地 可以迁移走 然后这个迁移 对台湾人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第三个是 讲他的危险性 就是 隔天会在断秩带 这样子 所以目前这三个 还没有 还没有正正的 演出来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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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是 电厂员工的爆白 那一个是 人的电影 然后一个是 爆白 对对对对 就是爆料 爆 然后跟上一个有底下 跟上一个有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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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个是千尼 那一个是 断车 第一个是 那第一个 题目叫做 台湾人大心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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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不错 那再来 再来一组 好 第三 第四 第四 这一组就是 呃 也我想了几个观点 也想了几个切入的角度 第一个的话就是 因为我们就是建于说 我们台湾的公共的议题的讨论 总是认知差距非常大 所以我们想要从一个角度就是说 为什么在这个核四议题上面 譬如说台电说 电价会涨多少 但是另外一方传统会说 电价涨不是这么多 就是为什么这个认知角度差异如此大 那我们想要最后 因为其实我有点搞不懂角度跟观点 所以我们想要最后讨论到的观点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知道对话 就是至少是沟通 就是横向而且是良性的沟通 并不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公有理 那另外一个我想到 我们还有想到 其实是我 其实我还想到说 另外一个切入的角度 是既得利益者的观点 如果我们要在商业周刊 这样的主流媒体刊登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要让更多人知道 说这件事跟我亲身相关 而不是只有住在兰语人 或住在共聊的人才有相关 所以我所谓既得利益者 就是并不是弱势 比如说可能有一定的收入 或是说他们可能是政商阶级 或是他们是 就像天龙国 类似这样子 我想是这样子 就是大多数的人 所以那我们很希望说 那最后可能 能够探讨的是 当然第一个就是小的议题 小的观点就是说 核四到底要不要 如果针对核四这件事的话 核四到底要不要见 第二个就是希望能够 就长远的拉到拉线拉到后面去 就是能源政策的问题 就是这个这件事情 能源政策是不是公平 或产业政策这个结构 是不是有没有公平合理性 就是可是就有点有点远 就是可能要写很多页 大概就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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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我们这一组的标题是 主标是深海底的核电厂 副标是你应该相信我们的政府吗 那我们其实 我们的观点 其实非常全面 其实我们认为 应该是在用专题来报导 那这个田野调查 应该是大概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对那其实我们切入深海底 就是有一些是 你看不到的风险 有一些是 有些是 其实我们是很 对于一个 对于现在目前事件的发展 有一个 有一件事情是很感兴趣的 就是核电员工都自己出来爆料 然后我们也都知道 核四是一个卫爆弹 那在 在他成为卫爆弹之前 呃 这个过程 到底是怎么样经历的 就是 到底是谁牵的那个文字 说我们要去追 我们要 我们下这个政策 要追加预算 然后到底是谁去做出这样的决策 那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其实有点像共犯结构 因为其实这个核四厂 它其实成长了八年十年 已经很久了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 我觉得我们公民啊 其实没有做到 淫进的义务去监督这件事情 对那其实这是 这是我们在探讨的其中一件事情 再另外一个是生态循环 因为我们想从河山厂 河山厂其实它座落在 就是那个 它座落的那个山上的 海海边的附近 都是珊瑚礁嘛 但其实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那其实大家前一集也看到一个报道就是 呃 那个 海里面的鱼 现在捕获的鱼 就是它的那个 里面的色含量已经超飙 也是超超出几百 几百倍 我们没办法想象 对那其实这都是非常表象 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 海底的生物都已经 产生这样 这样的转变 那看不到的呢 就是那些海水 最后变得一个循环 最后还是会回到 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 那其实这比较是长远的 长远的面向 那同样这长远面向 他也是关系到就是 我们在组有一个爆料中 就是他其实有一个亲友 也是在核电厂工作 但是他就是认为自己赚的钱是 赚的钱 其实是昧得良心的 所以其实这有点像是 赚到花不了的钱 他觉得他的后代其实是 是生活在一个 不是一个安全无欲的一个环境下成长的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生态循环之下 其实就是以前我们都是被教导要清净自然 那现在就是如果真的核电 就是核灾发生 我们却再逐步初步 就比较比较用感性的方式去陈述 对就是会主要是 那核废料同样也是我们想要强调的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现今的没有办法投赚解决的一个方法 因为像是像是和你到永远那个纪录片一样 就是他们用了一个可以埋藏十万年的一个地方 但是他们希望后代人不要去记起这个地方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冰河时期 可能六万年之后 就会有再一次冰河时期 那在那个之后 如果那个时候的人文明没有办法解决 解读我们现在留下的资料 更好我们要去产生一个 他们不要去记起的一个地 那他们以后会不会像我们现在在探勘就是现在的 那个叫什么金字塔 我们过去的遗迹那样去开启这样的一个炸弹 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东西 对所以我们大概是 啊有点乱 好麻烦 对所以我们是专题报导 但不论我们小组有四个人 所以我们应该是负责这个调查 对对好谢谢